药物乱吃致中毒 医生提供四类心血管药物 忌口清单 要记清楚 药物中毒 特别是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 常常是由于药物使用不当 导致的严重后果 患者和家属在面对药物治疗时 可能会忽视药物相互作用或一些禁忌 导致身体负担过重 甚至引发中毒反应 为了避免这类悲剧 了解哪些药物需要忌口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 科学合理的用药 可以决定治疗效果与健康风险 一、心血管药物乱用导致中毒风险 心血管疾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 但一些常见的药物如抗凝药 降压药、他听类药物等 其实存在较高的中毒风险 如果患者随意增加剂量 或与其他药物混用 不但会削弱治疗效果 还可能导致严重的毒副作用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南山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 药物不良反应 每年导致的住院患者中 有10%到20与不当药物使用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曾发布警示 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中毒事件在老年人群体中尤为常见 这些数据让我们更加警觉 不当用药带来的健康危害不仅真实存在 而且影响巨大 二 抗凝药物 慎防出血风险 抗凝血药剂被应用于阻止血栓生成 成为众多心血管病患日常服用的必备药品 然而 这类药物与某些食物 补品以及其他药物结合时 极容易引发严重的出血并发症 例如维生素K含量高的绿叶蔬菜 某些抗生素 即解热阵痛药物如阿斯匹林 会干扰抗凝药物的疗效 使血液凝固功能进一步削弱 服用华法林这类抗凝血药剂的患者 需回避富含维生素K的食品 并应降低于抗菌素合并使用的次数 据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 抗凝药过量可以发60%的严重出血状况 老年群体中毒风险由高 凝血功能定期检测及遵医主调药 是预防中毒的关键 三 降压药物 避免与利尿剂及感冒药同伏 高血压病患频繁使用的血压降低药剂 在与别的药物和病使用时 很容易产生相互效应 譬如血压药与排水剂 抗感冒药 一同服用 会减弱血压药剂的效果 乃至导致电解质失衡 肾部功能损害等重大副作用 在一项由美国心脏病学会 阿哈发表的报告中提到 超过70%的高血压患者 存在多药联合用药的现象 但不少患者并未意识到 不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会导致副作用甚至中毒 中国心血管病学会的专家指出 降压药与常用的感冒药 乳尾麻黄碱类药物会抵消药效 可能使血压飙升 甚至诱发心脏病发作 高血压患者在感冒期间 需特别注意感冒药的成分 尽量避免与降压药物同时使用 并且定期监测血压 避免药物反应对身体的潜在伤害 4.他听类药物警惕肌肉损伤 他听类药物主要用于降低血脂 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但长期服用这类药物 可能导致肌肉损伤 严重时甚至引发横纹肌溶解症 特别是在于抗生素 免疫抑制剂或某些中药同服时 药物相互作用 容易使他听药物的毒性加剧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数据 仅遵医主定期进行肝功能及基美监测 及时调整剂量以防药物过量引发中毒 5.心脏糖肝类药物需定期监测血药浓度 心脏糖类药物如的高芯 频繁地被运用来解决心衰与心房颤动的病况 然而 这类药物的治疗疮极窄 稍有过量极可能引发中毒 特别在肾脏功能减退的病人里 低高芯的分解能力减弱 药剂倾向于在体内积累 引发反胃、呕吐、视线模糊等中毒反应 极端情况下可造成心脏骤停 根据中国药理学会的研究显示 低高芯中毒每年影响数以千计的患者 特别是老年人和肾功能不全者 更容易受到药物蓄积的影响 研究显示 若他听类药物与葡萄柚枝同伏 血药浓度会显著上升 致使中毒风险大幅提高 患者需定期检测血药浓度 避免自行调整药物剂量 严格按照医嘱服用 尤其在肾功能下降时 应及时与医生沟通 调整用药方案以降低中毒风险 六 避免自我诊疗遵循医嘱是关键 药物中毒不仅仅是因为错误剂量 还可能因为药物相互作用 或不恰当的食物搭配而引发 针对心血管病患 药物疗法格外繁复 故而务必紧密遵照医嘱 切记私自更改药量或随意中断治疗 全球每年约有25%的住院患者 是由于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 而心血管药物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专家建议患者应定期随访 监测身体各项指标 及时与医生沟通药物的使用情况 避免陷入药物中毒的风险 7.科学用药保障健康 药物疗法为管控心血管病的关键途径 然而亦需意识到药物所具有的双面效应 为了避免药物中毒 患者不仅要依赖医生的专业建议 还要通过了解药物禁剂定期检查 科学管理自己的健康 唯有准确吞服药品 才能最大限度展现药力 减轻副作用带来的伤害 有效保障自身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状态 通过清楚了解药物的相互作用和禁剂 患者与其家属可以更加科学地使用药物 避免用药中的盲点 减少药物中毒的风险 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 不仅药物的使用剂量需要精准控制 药物与食物 其他药物的搭配也需格外谨慎